再接下来 因为通常我们会去做这个比较 所以来去说明这件事情 你可以叠在一起 当然 当然有时候我们可能会 再用别种图来去呈现 或者是2016跟2017年 两年的资料来去做一起比较 你看 在这个地方我放大一点给各位看好了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是2017年跟2016年的一个比较里面 我们会发现这个黑色线就是2017年 然后这个绿色线是2016年 所以从这个地方您会发现 现在 现在就是如果说单看那个7月 我们从41变到48 有看到吗 增加了7例 就是今年的7月 登革热病率数是41 对不起 是48 然后去年是41 所以我们今年7月增加了7例 所以我只是要提醒你们这件事了 如果你看在这个地方 41跟48 您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就是说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看到这个资料 有人真的会喜欢看那个指标 指标 就是如果当今天这个黑色线 黑色线低于那个绿色线 它不叫 它不会有那个警示警告 可是当黑色 黑色这个点 大于这个绿色的时候 它就要开始 从资料端 就要响出 BBB的声音 那如果 如果这个黑色线高过于 绿色线很多很多的时候 那可能 可能要直接什么 不警示 发出警示 而且还要直接记信 好 类似这样子 直接告诉那个资料管理的人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要特别特别强调讲一件事情 这个警示的作用 现在目前我们是用人来去判断 因为城市还没有写到那边 但是您知道吗 未来画这些资料表格 它的动作很简单 就点几个按钮 先选择视觉效果 再点某几个按钮 是不是就做完了 例如说 你要画一张图 你要画一个什么 历年登格热病历数统计图 你就直接跟电脑 你就直接跟这个Power BI 你就跟这个电脑 直接跟他讲说 打开Power BI 他就自己打开咯 你的手都不用做咯 我请画 请我觉得也不 你跟机器人可能也不会用进食了 对不对 好 你就直接说 那个 我要历年登格热病历数统计图 您画三秒钟 您就在电脑画几秒 立即呈现 请问您是希望 您是希望把自己的工作呢 就整理好资料 然后被机器人取代吗 那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是不是要去做后面的这些 观察这些报表 然后看到一些很特殊的情形 然后去写这些报告 因为这些变化是很弹性的 可能机器人 还没办法立即取代您的工作 所以您一定要把自我的工作提升上去 请不吝点赞订阅